探寻世上其文 领略不同趣事 人人都知道身体太过肥胖 对个人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 但是任何人都没办法拒绝美食的诱惑 而且一个人的身材突然发胖 并不仅仅是因为吃的太多的缘故 也有可能是因为情绪原因或者药物原因导致 画面中大家所看到的这个 躺在床上的重量级的人名叫艾伦 生活在芝加哥 目前她的体重已经超过了302公斤 因为体重确实太重了 根本没办法正常行动 所以无法独立做成任何事情 而她的妻子维亚尼同样是超级肥胖者 体重严重超标导致她无法离开床 所以艾伦每天除了完成个人清洁工作之外 还要帮助妻子洗澡 看到两个人共同生活的画面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有些好笑 但更多的是心酸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 这种画面好像只有故事绘本上才会出现 据了解 艾伦从10岁开始变得肥胖 当时父母离异 母亲再婚又离婚 艾伦的生活变得乱七八糟 也失去了原来的朋友 从那时候开始 艾伦只有从美食中才能找到安全感和快乐 年仅13岁就已经超过91公斤 后来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 维亚妮跟她的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自小就有一个暴力倾向的母亲 动不动就要挨打 所以只能从美食中寻求安慰 而且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所以后来慢慢变得越来越胖 现在两人在一起后 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所以每天除了餐前点心 正餐之外 还有饭后甜点 一天要吃12顿 比正常人一个礼拜吃的还多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的 记得关注点赞哦